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 一位是宁加大学阿拉伯学院的院长李绍先先生 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你好 欢迎两位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析了哈马的形势 尤其哈马对于首都大马士革的关键的影响 今天我们继续可以通过身后大屏幕上的地图 请嘉宾继续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现在也有分析认为说 48小时可能对于叙利亚的局势至关重要 尤其是哈马能不能够守得住 对于这个大马士革其实是直接相关的 那现在哈马从目前叙利亚政府军的实力来讲 您觉得能够守得住吗 我想是这样 就是目前的这个形式 叙利亚政府军现在要全力地守住哈马 用他们内部的话讲就是哈马主机战 哈马主机战关乎到叙利亚政府的生存 就是说因为从目前的情况下 叙利亚政府现在是2011年以来的第二次生存危机 第一次生存危机在2015年俄罗斯出兵之后 战场形势扭转 叙利亚政府度过了这个生存危机 那么现在又面临这么样一个生存危机 所以哈马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至关重要呢 我们看到就是阿勒泊丢掉了 阿勒泊很重要很重要 那么大家都预期的说叙利亚政府要全力以赴夺夺回阿勒泊 但是现在它的重点还没有那个 它力不冲心还没有那个能力去收复这个阿勒泊 现在的重点还要阻止在就是把范城武装南下的路阻断 就是阻击在这个哈马 哈马如果一旦丢失啊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城市叫霍姆斯 哈马一旦丢失呢 它关键的军心动摇 那霍姆斯能不能守得住就更加危 危在旦夕 哈马到大马士革的车程只有三个小时 也就是说哈马的这个位置 哈马这一次的阻击站至关重要 所以现在人们说48小时是决定性的时刻 我是这样看 叙利亚政府军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 就是之所以现在兵败如山倒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更多的可能是和之前它的布局 这个实务是有关的 因为它的重点并不在伊德利部 伊德利部呢 它认为反正武装一盘散沙 而且这过去的四年在伊德利部和它之间啊 这反正武装之间它是处于攻的一边 它不断地蝉使伊德利部的一些领土 所以它没有把伊德利部的反正武装放在眼里 它重点在盯方的盯方伊斯兰国的死灰忽然 所以现在它在哈马 我相对来讲还比较乐观的 因为这样就是它只要顶住哈马 那么现在援军缓缓地到来 一方面呢 库尔德武装随时可能和反正武装交火 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众多的媒体在传说 这个伊拉克的事业派民兵 叫人民保卫部队 正在快速地越过叙利亚的边界 进入叙利亚 这个中援部队马上就到 而且伊朗已经表态非常明显 俄罗斯的空前军正在夹紧的 这个狂轰难炸 这个反正武装的一些据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哈马保卫战非常重要 哈马保卫战有可能 确实能把反正武装阻挡 从基督上看的非常清楚 就是李院长说的 其实之前的反正武装都是 各股势力都集中的这个 盘踞在伊德利部 但是从这两天的情况 真的是局势骤然变化 突然之间一天就拿下了阿勒坡 而且从阿勒坡南部 一直南下到达了哈马 大家从地图上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要是一旦哈马的防线突破 离这个首都大马士革是非常近的 那么现在从政府军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以首为主 现在有没有能力 比如说重新夺回阿勒坡 这样的第二大城市 从图上看 阿勒坡到大马士革三套防线 目前第一道防线已经崩溃 现在哈马阻击站至关重要 如果向后60公里 就是霍姆斯 如果这个哈马防线 一旦出现重大变化 有可能会把战火 向首都方向蔓延 从目前看 叙利亚政府军的作战行动 是以防御为主 但是不排除在后续 作战部队大刀之后 采取攻势行动 但现在看 如果像100公里之外的阿勒坡 包括伊德利普采取大规模攻势行动 按照目前部队积极的速度 包括火力打击强度 应该有一定的缺陷 所以短时间内 收复阿勒坡的可能性 我感觉相对较低 但目前如果凭借外界的支持 包括俄罗斯空天部队的 轰炸和打击行动 在这个哈马一线 形成坚固防线 阻止政府反政府军 向南部的进攻行动 这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下一步 基本状态是以防为主 但不排除 在防御阵线相对稳固的状态下 通过高速公路向北部进行攻击 通过愈合攻击行动 在阿勒坡包括其他点位 为反政府军制造更多麻烦 一旦形成了对北部的围攻部署 中部的和南部的这些压力 就会大幅的缓解 所以现在看呢 哈马的防御行动 目前是最核心的作战手段 至于以后 是否向北部的阿勒坡 伊德利普发动反击行动 这应该后患 现在确保霍姆斯防线的稳定 和大马士革防线的稳定 如果三条防线 能够按照政府军的安排 形成很强的阻击能力 大马士革的安全 能够得到保证 现在还出现一个 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有分企说认为 反对派武装既然拿下了阿勒坡 他们现在控制的区域 和另外一股势力 就是叙利亚现在的 库尔德人的武装的控制区域 可能已经接壤了 所以接下来 库尔德人武装 因为他们现在可能主要 集中在戴尔卓尔这样的一个 为主的一个区域 就是东部区域 那如果是他们之间 现在控制区域接壤 会不会面临着 这两股势力之间的交互 确实是这样 现在叙利亚阿勒坡 阿勒坡再往北 再往东的形势 进一步复杂化 其实过去在阿勒坡 这样一个范围内 它形势就比较复杂 它主要是三股力量 一股就是叙利亚政府军 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地盘 一股就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占据着一小部分阿勒坡的地方 在阿勒坡的北边 就是靠近边界的地方 还有土耳其的军队 这三股力量之间 形成一个相互对峙的平衡 因为我们知道 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是死对头 那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为了对付土耳其 它和叙利亚政府军 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叙利亚政府军和土耳其 实际上也是敌对的关系 所以三方这个三角关系 非常微妙 本身就非常复杂 现在叙利亚反尘武装 攻击了阿勒坡 而且占领了阿勒坡 占领了阿勒坡以后 现在出现什么状态呢 叙利亚政府军的撤离 有些地方是主动撤离 主动撤离呢 就让出来 就把这个地盘 给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了 现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和反尘武装 原来本来没有截住面 现在是大面积的截住面 而且在两个不同的 这个地方方向 和叙利亚反尘武装 截住了 所以下一步叙利亚反尘武装 如果想进一步扩大地盘 势必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发生冲突 而土耳其的军队虎视眈眈 土耳其总统埃尔德武装 已经明确表示 土耳其将加大力度 打击它南部的库尔德武装 所以大家想一下 目前这样的态势 就是非常微妙 非常复杂 外部也是群狼环似 像阿富林 曼比基北部地区 我们也几年前曾经报道过 土耳其在这里清剿库尔德武装 对 现在在阿富林就是土耳其军队 处杀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真的是各种势力错综交错 这个确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局势 现在俄罗斯的空天部队 一直在帮助叙利亚政府军 在进行围剿 对于反政府武装进行围剿 但是俄军现在实际上从 因为俄乌冲突 实际上从叙利亚的基地 撤出了很多的人 我们也知道 曾经有7000人部队撤回了俄罗斯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俄军还有实力 帮助叙利亚政府军 现在进行这个战斗吗 俄乌冲突的确对俄罗斯的空天部队 的能力有较大牵制 但是目前报道看 在叙利亚率先投入作战的 就是俄罗斯的空天部队 而且连续24小时 在进行各种打击行动 不一样的是几年前 俄罗斯空天部队 是帮助叙利亚政府军 向北进攻夺回阿拉伯 现在是帮助政府军 在哈马阻击形成防线 以前帮助进攻 现在帮助防御 从目前出动的机型来看 主要是苏2-4M战斗轰炸机 包括苏3-4战斗轰炸机 三个作用 第一是延缓反政府军的进攻速度 包括现在对公路的轰炸 包括对装甲目标的轰炸 都可以让它的前进速度降低 这样对哈马迅速组成防线 然后集结兵力 形成更坚固的防御体系 有一定的作用 第二是打击反政府武装的 指挥中心仓库 包括弹药库 如果能够对后勤体系 形成较强的攻击行动 这样攻击力度 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下降 另外从打击的点位上看 还包括各种重要目标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打击能力 基本上地面是以政府军为主 空中是以现在的 俄罗斯空天部队为主 进行俄欧冲突对俄罗斯 有较大的牵制 现在看它的作战部署 包括打击效果依然相对高调 但无论如何 在像以前那样 恢复之前的作战能力很难 因为俄罗斯目前主要任务是 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前 尽快地以冲刺的速度 在俄欧前线获得最大的领地 这个状态下 在叙利亚投入的兵力有 但是跟几年相比 力度规模都会下降 我们也知道 反政府武装当中是派别林立 而且分别由美国和土耳其 认定的孔木组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多派别林立的组织 是怎么样完成整合 又怎么样突然地发起行动的 美国和土耳其 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多个国家在叙利亚展开战略博弈 各方均有其背后支持者 派系林立成为叙利亚的常态 发起本轮攻势的武装组织 名为沙姆解放组织 是以长期盘踞于叙利亚 阿勒坡省和伊德利布省的 宗教极端势力 直到2020年2月9号 叙利亚军方宣布 收复去北部伊德利布省和阿勒坡省 超过600平方公里土地 3月 俄罗斯与土耳其 就叙利亚伊德利布省停火问题 达成协议 自那以后没有发生过重大冲突 然而 就在今年的11月27号 离以停火协议生效的当天 叙利亚的战火燃起 有分析指出 反对派武装可能是 利用叙政府主要盟友 忙于其他冲突 打击目前力量 已被削弱的叙利亚政府 11月28号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把矛头指向美国 认为美西方通过支持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 持续在叙利亚里制造混乱 还有分析认为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 被土耳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但出于在地区事务中 谋求自身利益的考量 土耳其允许该组织 同自己扶持的反政府武装 并肩作战 李院长 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 这个沙姆解放组织 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努斯拉阵线 也就是基地组织的分支 这是被美国认定为 是恐怖组织的 它怎么会突然之间 拿到了这么多的重型和中型武器 然后突然就发起了这样的攻击 美国对它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确实是这样 就是这一次反中武装 这个异军突起 主导的力量 还是叫做三目解放阵线 就是过去的努斯拉阵线 这个努斯拉阵线 被美国和土耳其 都化为恐怖组织 这毫无疑问的 那么他们 怎么说呢 他们之所以能够 我们昨天曾经分析过 之所以发起这么大的攻势 主要是它内部先进行的整合 一个是 因为它的内部 反中武装非常庞杂 内部有一支力量是美国支持的 我们叫自由军 还有一股力量是土耳其支持的 叫国民军等等 那么这些力量能整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统一的司令部 那这本身就是蹊跷的 这背后肯定有推力 因为我们知道 在叙利亚的反中武装中 背后都有外国的势力 没有他们推动 它怎么可能联合起来 再一个就是获得了重新的武装 包括先进的无人机 而且它能使用无人机等等 从这些种种迹象来看 它显而易见 它是得到了外部的支持 这个外部支持来自哪里呢 就是有人怀疑土耳其 我觉得土耳其 伊德利部是土耳其的责任 责任的地域 这个地方的形式的 这个出现的任何的动向 土耳其不知情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也就是土耳其是知情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甚至于一定程度上以色列 我觉得从美国和以色列来讲 他们有一种心态 就是以独攻独 因为虽然三目解放政线 是恐怖组织 但是党务之急 叙利亚政府是他们重点 要打击的对象 因为叙利亚政府正好借护于 伊朗和黎巴顿 珍珠党之间 就是它要打击叙利亚政府 实际上断绝了叙利亚政府和 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络 而且也断绝了叙利亚政府和 珍珠党之间的联络 那么与此同时 实际上使得叙利亚政府的削弱 相当程度上是非常负合 目前以色列和美国 包括土耳 美以如果说隔岸关火 火上浇油都还能理解 但是土耳其它现在 削弱叙利亚政府 相当于可能也间接地打击了 像伊朗 黎巴嫩真主党 这样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些力量 作为土耳其来讲 它又是什么样的一种 所以说这就是个双刃剑 我认为目前叙利亚这种 发展的态势 如果说三目解放政线得势的话 不仅土耳其它会受到伤害 整个地区国家都会受损 这就是为什么2011年 当叙利亚内战的时候 地区的国家一边倒地 支持推翻巴萨尔 而现在又出现第二次危机的时候 地区国家大部分是支持巴萨尔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这帮势力得势 中东地区不得安宁 所以确实现在 可能这就变成一个 非常气象的问题 就是这些重型武器 还有中型装备 甚至用叙利亚政府的说法说 还有大量的外国武装分子在其中 这到底是您觉得是 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在支持 这个成分很复杂 这个成分很复杂 的确按照政府军的说法 以前没有的重型武器 中型武器目前都出现在作战训练过程中 而且在阿拉伯 包括在哈马的使用很有经验 这里面不排除其他国家的训练 包括技术维护在其中 目前虽然没有看到中型武器到底是什么 大致可以判断的 有可能像之前的老式的苏制俄式坦克 像之前三个来源 第一是抢的 按照目前反政府军获得大量的 像特雷尔坦克 包括防控导弹 以及波红波系列波展车 还有122毫米榴弹炮 火箭炮都有这种迹象 另外也不排除从西方国家直接获取 很多武器装备 可能西方不给自己的信号 但如果把之前苏俄武器装备 使用习惯的武器 向反政府军提供 短时间能够形成能力 这里面最值得关注是无人机 如果大量无人机出现在作战行动中 这是之前在叙利亚北部反恐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装备 如果在技术手段上明显提高 地面重型武器装备能力明显增强 说明外部势力 包括刚才怀疑到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组织 这种支持力度相当较大 而且从进攻的组织 包括各种战术来看 还相对突然 如果突然发起攻击 快速向南部发起打击行动 很显然这个力度跟以前相比 有很大变化 现在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展开了 反而让这个形势看起来更加的复杂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伊朗外交部称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12月2号对土耳其进行访问 阿拉格齐1号到访叙利亚 并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展开会谈 阿萨德重申 叙利亚将继续在其所有领土上 权力和坚定地打击极端组织 当地时间12月1号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弗阿德·侯赛因 与叙利亚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长 萨巴格通电话 侯赛因表达了伊拉克对叙利亚的支持 强调破坏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 将对整个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12月1号 伊总理内坦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正密切关注叙利亚的局势 并将捍卫涉及以色列的利益 以媒体指出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以色列向叙利亚反政府装提供了 直接的支持 但是不排除双方联手向叙利亚政府 离珍珠党和伊朗共同施压的可能 此前有以色列官员就表示 宣称以色列严禁离珍珠党 通过叙利亚走私武器 如果发现相关情况 以色列将对叙利亚边境地区 甚至其他地区的续政府目标 发动袭击 所以一系列外交行动 后面看到局势的错综复杂 比如说就拿周边这些国家来讲 可能包括像伊朗 伊拉克甚至土耳其 会如何介入 我想是这样 就是叙利亚下一步发展的走势 其实三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从外部力量来看 俄罗斯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目前看俄罗斯会竭尽所能 就是它现在力所能及的 不影响俄欧战场的形势下 会支持挺住巴萨尔 所以它狂轰难炸 最近两天已经明显表现出来 另外两个地区的国家 就一个土耳其 一个伊朗 那么从两个地区国家的作用来看 土耳其的作用更加重要 因为从土耳其来讲 现在这个形势的发展 搞不好反噬自己 因为目前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力量 这个地盘已经在扩大 这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努斯拉阵线 如果得势的话 会反噬土耳其 所以土耳其下一步 它的举动可能会相当程度上 影响叙利亚局的走向 而且伊朗现在想介入 帮助叙利亚政府军也很难 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在叙利亚上空 对伊朗飞来的战机进行了拦截 所以接下来在叙利亚上空 是不是以色列和伊朗 还会有一场安战 这个拦截行动实际上 想到19号 叙利亚军队对讲机的爆炸 如果之前9月8 这个珍珠党的对讲机爆炸 有以色列因素 那么现在在叙利亚政府军 对讲机通讯系统爆炸 会否有伊朗的因素 有这个以色列因素 所以下一步呢 有可能这种情报支援 电子干扰 包括和伊朗在叙利亚上空的按战 包括其他间接对抗行动 会常态化地存在在周边国家和地区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 进入关注 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 再会